大家好,我来自老娃,叫杨玛丽 收响兮学妇 昨天我拍了一个视频说我妈来到中国农村 看到我老公家里的房子是什么样的感觉 看到很多网友粉丝里面的评论真的太有意思了 我的视频已经过长了 所以我只是说我妈的感觉,我没有说其他的事情 有网友说你妈妈啥时候来中国呢 怎么没有看到你拍视频 我妈来中国看我的时候我还没有作证媒体 所以我才没有拍到我妈来中国的视频 我和我老公结婚的时候是19年9月份 然后我妈来中国看我的时候是20年1月份 在中国这边关网业之后就把我妈送回老窝了 还有网友说我们这么多人住在一个院子 那么以后孩子长大了,要怎么办?能住得开吗? 我说的就是我妈的感觉 我没有说我的感觉 我们怎么可能要两兄弟和公婆住一个院子一辈子呢 我们现在不是在努力吗? 等我们有能力了,一定会分开家 现在住在疫情的原因就是家里的条件还没有这个能力分家 所以主人两兄弟和公婆住在一个院子 说不好听的话就是家里筹码,没有钱嘛 如果有钱,有能力买房,盖房的话 谁还两兄弟和公婆住在一个院子呢? 然后有网友说,这就是你公婆不给力 在中国这边呢,大部分的人,孩子要结婚之前 父母都提前准备房子 里面两兄弟都结婚了,还和公公婆婆住在一个院子 这呢就是公婆的问题 每个父母呢,都想给自己的孩子最好的生活 我公公婆婆没有给我们买房,盖房 这呢不是公公婆婆不给力 她两个是没有那个能力 关注我很久的粉丝呢,已经知道了 我公公婆婆都是农民人 之前呢,公公的收入也是很低的 后来呢,婆婆身体不好了 公公都是在农村种地照顾婆婆 所以呢,家里是没有什么钱的 如果说我们已经结婚了 那么,应该父母要给我们准备房子 如果要这样说的话 像我公公婆婆现在的能力 你要把她逼死,她都拿不出来这个钱 所以呢,你们有钱,你们就过大的日子 我们没钱,我们就过小的日子 公公婆婆把我老公她两兄弟养大 也是特别不容易的 所以呢,我们现在还年轻 我们会好好努力挣钱 我们的日子会有来有好的 大部分的中国少伙去我们老婆女孩做老婆呢 就是家里条件不是很好 或者家里的条件缺点什么 才会去我们老婆女孩做老婆 大部分的条件好 有钱的中国人都不会去老婆那边找老婆的 所以呢,我不和里面比 我也不和老婆女孩嫁到中国比 我就是和我自己比 我现在的生活比之前我在老婆好了就行 我一年比一年过得好了就行 一天比一天开心快乐了就行 然后呢,有网友说我们可以出找村里的大队 给我们要封上一块盖房子的地 在农村盖房子也是挺好的 没必要要出城里买房 其实呢,在农村我们是有盖房子的地的 在我后边呢,就是之前我爷爷家 我爷爷那个老房子呢 我们刚刚拆了差不多快一年了 刚刚拆的时候呢 村里的大队也说了 我们两兄弟不是还住在一起吗 如果说我们有那个能力盖房子的话 可以用这一块地来盖房子的 就是我们还没有那个条件 还没有钱来盖这个房子 以后呢,我们有那个能力了 无论要在你也这个老用者盖一个房子 或者要出城里买房 我们两兄弟都会的要分开家 现在住在一起呢 就是没有办法主能这样 以后分开家呢 也不是说住在一起关系不好啊 才要分开家 无论关系有这么好 也不可能两兄弟要和哥哥婆婆 住在一起,对吧 以后有钱了 一定会要盖房子的 或者买房子的 这个用者呢也是挺好的 在后边还有一个车 这个车是小郭家的 他们又买了一个是哥小麦的 然后这个是哥幼米 买地方放就开过来 放在我爷爷这个用者 这个用者是挺大的 我在这里种的葱 在我后边呢,我还种的幼米 看到了没有 才长了一点点 还没有长大 其实呢,说实话 我还是喜欢在农村生活的 但是呢,我老公说 如果说想拿路卡 那就要在城里买房 如果说不想拿路卡 那就在农村盖房 我现在呢还不知道 要在农村盖房 还是要在城里买房 想把钱挣到手了 再说吧 然后呢,有网友说 不相信 我把老婆说那么成 不可能老婆有这么成 是的,我们老婆现在呢 也是很发达 很多老婆人也是挺有钱的 但是在老婆呢,也有城市 也有农村 我说呢,就是老婆农村和中国农村 差别还是挺大的 老婆普通人和中国的普通人的生活还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觉得我说呢 是不是在吹牛啊 没有这么重呢 你现在可以去老婆看看 我说呢,不如你去体验到 你眼睛看到的 现在可以出老婆了 如果谁想出老婆 看看可以出的 老婆欢迎你们出老婆 我和大嫂呢 都是老婆女孩 在老婆同的一个村里 嫁来中国呢 是嫁给两个亲兄弟俩 所以呢 现在我们一大家 就在一个用者生活 我和大嫂没有什么意见 我和大嫂关系好了 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什么话说了 我和大嫂刚刚来到中国的时候呢 我们一大家住在一个用者生活 觉得是挺好的 没有什么想打算的 要分开家 因为我们老婆人呢 大部分的都是很多人住在一起 所以我和大嫂在老婆 已经习惯了很多人住在一起的 感觉呢 这样子才有家的味道 我和老公出中都待了两个月 我老公出上班了 把我放在家里呢 我一个人吃饭都不好吃 睡觉都睡不着 但是现在我和大嫂在中国这边生活 马上也到三年了 知道中国人的生活呢 再怎么样也是要有一个人 一个房子 所以我和大嫂也有这个梦想 想在中国这边有一套房是自己的 所以呢 我和大嫂现在很努力的 做自媒体直播带货 看看以后我们俩主理 能不能一人有一套房 我自己觉得公公婆婆也是挺厉害的 虽然婆婆身体不好 公公输入很低 但是他们也把这个房子已经盖起来了 之前呢 我老公也上大说消费也是挺高的 我老公他俩兄弟要储媳妇之前呢 公公婆婆也涨了几十万 但是这个几十万呢 是不顾他俩兄弟储媳妇的 所以呢 他俩兄弟还在外面借了不少钱 才能把我们两个老婆媳妇除怀家 所以我觉得公公婆婆也是挺不容易了 他两个已经很努力了 所以呢 现在公公婆婆没有这个能力 给我们俩兄弟盖房或者美房 我们还年轻 我们靠自己吧 加油 我们的梦想会成功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下次我们再见 拜拜啦